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几个容量的应用问题 首先我们把题目看一次 小明呢他用300毫升的巴勒汁和450毫升的柳橙汁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一个综合的果汁 那请问呢我们要问大家的是 请问综合果汁的容量有几毫升 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把题目读完之后 我们就要来想想看 现在有300毫升的巴勒汁跟450毫升的柳橙汁 我们把它加起来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300毫升 加上 450毫升 总共是多少毫升呢 如果大家在这边没有办法心算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用直式 就写300毫升加上450毫升 加起来是多少呢 各位加下来 5加0就是5 4加3就是7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原来300毫升的巴勒汁 加上450毫升的柳橙汁 总共变成一个综合的果汁的容量 就是750毫升 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